就是说,那怎么通呢?很简单啊,就是你通常我都建议你们不要用冷的给孩子喝 刚才就有人问,可以不可以给孩子喝冷水啊?不能喝,听懂没有? 孩子一喝冷水就长不大,为什么呢?他灭他的火咯,水克火,听懂没有? 冷水为因,你一灭小孩子的火,小孩子一直喝冷水,肯定长不大的 新火不能够斩,不能够放,听懂没有? 所以呢,就算那些瘦子想要增胖,你也要保暖,你不能够把自己的火不够 就是你常常喝冷饮啊,听懂没有?晚上一熬夜,肝脏受损,你的洋气就不足了 手冷,脚冷,有没有?现在很年轻的,手一握下去,冒冷汗的,有没有? 脚底也冒汗的,各位朋友,你这一生,如果他是男人,你就不能嫁他 为什么?40岁以后,他可能就是6点半了,听懂没有? 为什么呢?火不够了,明白没有? 然后营养素呢,如果那些手冷脚冷冒汗的,你增加Coguten跟Jingo看一看 听懂没有?但是如果没有早睡的话呢,这个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明白没有?因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肝脏所储存的能量,才会给我们的肾收藏 肾脏就是好像我们的汽车里面的那个Battery 听到没有?如果这个Battery没有的话呢,我们叫精啊,肾的精啊,一没有的话呢,身体不可能操作的 明白没有?所以那一天,我下柔佛讲课过后,我们去看那个柔佛古庙处游,有没有? 然后我就有一个学生,就跑跑跑过来,他说,老师,你还记得吗? 我们上一届的生活营,前两届的生活营,有一个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生活营 然后呢,最后往生了,哈?这样年轻往生? 你们有看到一则报纸,说那个年轻人是给口水淹死的吗? 有记得这个报当吗?在几个月前而已 OK?原来就是来参加过我生活营的学生 然后呢,这个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个年轻人才28岁,很年轻的 看过去没事的,还是演动,很会运动,很sporting的人的 明白没有?原来那一天他们是怎样? 他的生日嘛,他就去庆祝了 那年轻人庆祝生日都是怎样?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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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会这么单纯只睡觉 是不是精进人亡 精进人亡不是吓唬年轻人用的 听懂吗 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年轻人来听课 因为棺材是睡死人的 他不是睡老人 永远要记得 棺材是睡死人 他不是睡老人 就不要以为说年轻人不会死 对吗 如果你over啊 把那个圣经给耗损 你会停掉 那医生解剖就讲心脏休克死掉 但是剖出来心脏没有阻塞 心脏全部各个好 但是又要怎么解释 但是没有办法 他就diagnose就是心脏的问题 但是如果以我们的自然医学 跟中医理论来讲 他这个人就是圣经摔死 圣经我们叫做油镜灯窟 听到没有 所以常常腰痛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 这就是你们肾的反射 常常腿疼的朋友 你要注意 常常喉咙疼的朋友 你要注意 喉咙这个咽喉 这个地方 它就是我们的 怎么样呢 肾的翘 肾的所有的重要的经络 都跑在这个喉咙这边 所以你喉咙有多么的清醒 多么的清爽 你的头脑就会清爽 你头脑一不清爽 头脑是不是不清爽 听到没有 所以这个都是有它的根据 OK 好 来 敌人 из